中文字幕 李宗盛 我的名字是張順景 我的店鋪是標記麻雀 因為我爺爺和爸爸都是做這行的 所以我正式來做起碼過50年 以前我們那輩子是這樣 所以我上學回來 做功課就撿頭撿尾 油、顏色、下欄的東西就我做 我都沒有學過師 看一看師傅做一做 給你一副舊牌 跟著他玩一玩 這樣就懂了 最快是塑紙和童子 最好做 萬子、風頭那些 筆拔多一點就內斷了 最容易就是童子 因為是轉的 不能快賣的 一按下去就緊焗 機條就是死板 那些刀夫不同的 清楚一條條線看完 手條可以見到省的位置 機條不會跟你走的 它會蝕的 好生意 好生意 以前最多 這區最少要過了十間 一條街六、七間 好生意 一天賣你十褲、八褲 人手怎麼挑 兩、三褲是差不多的 以前那些大店 有幾個伙計 他就可以做了 但是都做不切 出貨 他一定訂了你幾百褲 一百多褲 你怎麼都做不到 有人想發明機條 機條一做成行成事 師傅沒什麼要做 他就轉行 你不用用廟 一定給你的 不是浪費了我的心機條 沒理由拿一些切野條 我拿幾百元的交給你 日後它很容易崩 變色 無謂 浪費了我的心機條 滿足挑了出來 那些客人回來說 挑了幾屋 介紹過第二個人來買 這就是他接受 是現在年輕的 他還沒見慣 新期就要買一副手雕 很多都說買回來 他不打 用來擠 擠都好 有人承傳一下擠入 以前手雕是這樣的 最好有承傳 有承傳就是有需求 有需求就是有人學 我們這輩子 沒有那麼快退休 那就有得做